各位好,我是冰萨 空调成太郎绝对是啾啾全系列最精典的角色之一 作为从星辰斗士观传到十只海的重要人物 不论在何时出现,都会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他也因此拥有了数量众多的皮肤 那接下来,就要我们一起来看看各版本之中的各色成太郎 星辰斗士的成太郎绝对是他最经典的造型 高大魁梧的身材,不拘小提的性格 满脸都写着无敌的坚硬面旁 都令人难以想象,他是一位17岁的少年 头戴一顶镶嵌着金色圆形和手型装饰的帽子 成太郎的一个经典特征就是和头发分不开的帽子 其实在漫画初期,这两者并没有那么紧密的关系 但老妖表示,成太郎是那种不会脱帽子的角色 而且他希望读者光是看到轮廓就能认出他 所以干脆把帽子和头发一体化 而成太郎从星辰斗士直到十只海 也只有初登场,占恩多尔,占小打笔,三次脱帽 就连下水都密不可分,成为了阿强的标志特征 虽然完全没有学生气质 但身上穿的其实是玄石装 这参考了恒山光辉老师的作品 《巴比伦二世》主角的学生装形象 而且不止于此,包括沙漠,超能力者等方面的构像 很多都源自这部漫画 不过相比之下,在左剑衣领又增添有金色锁链 来增加辨识度,虽然都是学生制服 但成太郎穿起来实在是过于凹凸有致 就像是一件漆黑的战袍 令这个角色的叛逆感油然而生 同时裤子也不是普通货色 据本人称,这是要花两万日元才能买到的高档货 腰带的花纹和颜色 与西萨的头巾和二乔的围巾相似 或许是在象征二者精神的传承 这个时期的成太郎只会给人一种印象 那就是无敌与强大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没有成太郎和白金之心解决不了的敌人 从日本一路欧拉到埃及 将躲在那里的Dior直接打包 而且第三部除了改编为TV外 在它之前其实还有一套OVA 如果说TV中的成太郎是满脸写着无敌 那OVA就是无敌长了腿 服装大致相同 但外表更加粗广 更加严肃 体格更加壮硕 别说17岁 就算是翻个背 34也毫无违和感 相比漫画与努力还原漫画的TV版 剧情上会有不少改动 不过一旦接受设定 那这个OVA就会超级带干 谋灭钻石 这时的成太郎已经28岁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的形象也发生变化 首先就是一身漆黑的学生装 变成了白色的大衣 既是身份的转变 也象征着阿强的心境逐渐转为平和 并且在这个时期 他的衣服是最多的 一共换了三次 不过整体都是白色 帽子上的装饰 从代表乔家人的戒变为海豚 最后是穿帽的符号 衣服上也出现了爱心海豚的徽章 表现他对海洋生物的热爱 通过与海星有关的论文 取得了博士学位 而阿强整体的气质也发生改变 虽然还留有第三部的气场 梅雨之间仍留存着一股英气 但不再那么具有攻击性 明显要温和不少 于之前一路欧拉到最后不同 这次他扮演的是引导教育者的角色 主要辅助其他人 即便战斗也不会单独行动 很多时候都是点到为止 交给舅舅发挥 既没有圈兵夺主 更没有采一捧一 相比其他续作中新主人公的处境 阿强堪称是前作常驻主角的典范 同时《不灭钻石》还有一部真人电影 虽然因为电影篇幅等问题 魔改了很多 但阿强还是有不少戏份 服装延续了第四部的风格 替身战也有尽力去表现 不过电影整体呈现出的效果 还是非常奇怪 再加上票房惨淡 演员也去研究恶灵 可以相信真人版是没有下一部了 时间来到黄金之风 阿强已经30岁 这次他的镜头很少 仅在开头和回忆中登场 他依旧是一身白衣 但款式和身上的装饰都有所改变 不过变化最大的 还是他的气质 显得非常平静 自称也变为瓦塔西 曾经那个光是眼神 就仿佛要把别人欧拉一遍的少年 成长为一个稳重的学者 不过从看向图曼的眼神中 可以感受到 他依旧是那个重情重义 心怀正义的成太郎 虽然方式改变 但他依旧在和某些势力 做着持久的斗争 而在第六部 十之亥 阿强已经42岁 但实际看起来 比隔壁17岁都要嫩 而他也一反之前的白衣 换上了更加时髦的紫色帽子和大衣 裤子还是骚气的蛇纹连鞋裤 衣领别着星星装饰 并在帽子 后背 双肩 甚至是内衬 都有着星星的图案 和第三部一样 衣领重新挂上锁链 留意的话就会发现 他们是DODG四个字母 双臂位置有着九九的条纹 这个牌板让我想起了 天堂Dior的脸蛋 可以看到 不论是星星 锁链 还是重新穿上的深色大衣 都在刻意和着重强调 九九的要素 这也在暗示 十之海的故事 将会与Dior和乔斯达密切相关 这时的阿强 也没有了之前的那种瓶颈 或许是因为离婚 或许是要照顾叛逆的徐伦 或许是和敌人战斗太久 这时的阿强 倒是给人一种莫名的忧郁 虽然为了解救入狱的徐伦 早早出场 但随后就被白蛇算计 抽走了能力和记忆 陷入昏迷 不过在徐伦一行人的努力下 故事的最后 作为强力角色再次登场 他将和徐伦一起 在卡纳维尔角和普七决战 一起迎接 这漫长而又融入血脉的宿命终结 以上就是对程太郎的介绍 从17岁 从觉醒替身的那一刻起 程太郎的一生 就注定是战斗的一生 但他并未因此胆怯 无敌成为了代名词 为了解救家人 为了保护同伴 为了拯救世界 他抱地尔 锤吉良 战普吉 和白金之星一起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都是在战斗 一生皆斗士 品格如星辰 这就是究竟 这就是星辰斗士 这就是空调程太郎 觉得不错的话 欢迎一键三连和关注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创作的 懂你啊 我是小小兵子 如果有下期的话 我们下期再见